哈嘍我是耀君 让我陪你一起修炼商业路上的必备知识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如何从庸才变天才的刻意练习法吧 不知说到天才与庸才 你会想到怎样的组合呢 是电影《阿玛迪斯》当中的莫扎特与萨里耶呢 还是金庸武侠小说《神雕三部曲》里面的杨过与郭靖呢 我个人从小就非常喜欢看漫画 我印象当中最深的漫画当中天才与庸才的组合呢 就是《火影忍者》当中永远的竞争对手的卡卡西与麦特卡 如果你看多了这些故事后会发现 不管是古今还是中外 一旦故事当中有出现天才与庸才 他们的天赋与成就就几乎不在同一个层级上 几乎是天与地的差别啊 而这种想法呢 也与我们一般大众脑海当中 对于天才与庸才的认知是一样的 可其实啊 这本书的作者在《刻意练习》一书中说到 透过各种脑科学的研究与案例的追踪后发现啊 天才与庸才之间的差别 并不如我们想象当中如此的巨大啊 许多被我们尊称为天才的人呢 只不过是懂得用正确的学习方法 刻意练习出来的啊 OK 再继续说到 如何运用刻意练习来获得天才成就之前呢 还请你先动动你的小手 订阅一下我的 药军商业修炼笔记频道 这样你以后就不会错过更多 我最新的精彩分享咯 那在刻意练习出天才成就之前呢 首先我们先理解一下 天才是什么 从许多故事当中啊 我们会发现 天才与庸才之间的区别是天差地别 很多时候天才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就可以轻松跨过庸才多年的努力 并快速获得惊人的成就 可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 虽然高个子在篮球运动当中更吃香 智商高的人能更快学会知识并运用 有绝对音感的人更容易上手各种乐器 但倘若我们将时间与成就放进去会发现啊 篮球场上最有成就的人通常都不是最高的那个人 许多诺贝尔奖得主的智商 连只收天才的门煞组织都进不去 而伟大的音乐家呢 则不一定都天生拥有绝对音感 这本书中说到啊 许多大家视为天才才可以拥有的过人天赋 说穿了 就是你我都具备了 大脑与身体的可塑性与适应力而已 那些公认的天才啊 其实就是能运用这能力 并经过刻意练习 好发展其心智表征的努力家啊 像世界公认的音乐天才莫扎特啊 他小小年纪就拥有 号称万人当中才一个人拥有的绝对音感 也展现出了高超的音乐技巧 因此被当代视为音乐天才 不过稍加深入挖掘后会发现啊 莫扎特的父亲其实是一位作曲家 他从莫扎特小的时候 就不断教导莫扎特聆听分析演奏各种乐器 才让莫扎特在小小年纪 就拥有绝对音感 以及高超的乐器演奏能力 另外这本书中也有提到 绝对音感的能力呢 并不一定是天生的 只要透过正确的训练与时间的累积 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拥有这样的能力 听到这边你会发现啊 只要我们透过正确的训练 就可以发展出以前不存在的技能啊 绝对音感不是天赋 发展出绝对音感的能力才是 换句话说 大脑与身体的可塑性与适应力 才是我们真正的天赋啊 而拥有这样天赋的你我 再透过刻意练习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创造出从前并不存在的技能啊 那说了那么多 什么是刻意练习呢 简单来说就是 设定具体的目标 投入大量的时间 专注的以正确的方法训练 并藉由老师以及其他专业意见的回馈 来持续改进弱点 让自己能够发展出心智表征的方法 看到这边你可能会问 心智表征是什么 心智表征啊 其实是一种心智结构 对应着某物品 某概念 或者是一系列的资讯 或是任何出现于脑中的具体或抽象的事物 白话点来说就是啊 你非常熟悉刻意练习过后 该领域的知识系统规则或框架 让你能够在使用这些知识时 不需要思考就能做出反应 例如一说到狗 你可能就会马上联想到许多跟狗有关的资讯 像是有毛啊 有四条腿啊 一黑二黄三花四白啊 有的会叫会追人 有的很乖啊之类的 这些资讯呢 其实你并不需要特别从脑海当中去搜寻 因为你的脑海当中 已经建构出了一组关于狗的心智表征 可以让你在想到狗看到狗的时候快速取用 其他的心智表征呢 就像西洋期的游戏规则啊 写作文常用的起程转合啊 又或者炼金术再用的理解分解再构足啊等等 炼金术是物質的理解分解再構築 都是我们常见的心智表征啊 刻意练习呢 就是要在我们的脑海当中 发展出各种高效率的心智表征 让你可以快速运用在生活当中啊 那具体来说 你要如何在生活当中运用刻意练习呢 这边呢 我整理出了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明确的目标 你会发现在许多时候 设定想达成的目标时 往往会设得模糊又不明确 像是我想赚很多钱啊 我想学英文啊 我想让他人刮木相看啊等等 这些目标模糊又不明确 容易在你努力好一阵子 看不到成果之后就放弃 其实啊 你应该用smart原则 来把这些目标给明确化 数据化 像可以把我想赚很多钱 改为我要在十年之内 赚到新台币一千万之类的 又或者把我想学英文改成 在一年之内 我要把多余的分数 从300分拉到900分之类的 又或者把我想让他人刮木相看 改为 我要让父母在五年之内 住进我买给他们住的 价值3000万的房子之类的 一旦我们能够把这些目标 给明确化 数据化之后 就可以把目标和现况的距离 给抓出来 并把前进的过程 拆解成一个又一个的小小里程碑 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 慢慢的前进啊 第二步骤是专注的练习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麦尔坎·葛拉威尔所写的艺术 书中说到啊 超凡与平凡的差别 在于一万小时的努力 可其实啊 若只是单纯 无脑地累积练习的时数的话 并没有办法为我们造就更好的技能 想要卓越 光有练习的量 还远远不够 更要兼具值的提升才行 像书中有提到啊 世界上获得奥运奖牌最多的运动员之一 美国游泳选手 纳塔利·科弗林 他游泳生涯初期的大部分时间啊 都是边游泳边做白日梦 好让他可以忽略练习的枯燥 以及肌肉的酸痛 可就在某一次啊 他突然领悟到 这样做只是在浪费大量的时间 他应该别让自己省油 应该将自己的专注力拉回来 努力让每一次的滑水更接近完美 就这样 当他开始决定 要科弗林在练习过程当中 更加专注之后 他才看见自己的进步 比赛的成绩也才越来越亮眼 最终获得惊人的成就啊 爱因斯坦说啊 什么叫疯子 就是重复做同样的事情 还期待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以一成不变的方式 一再重复做某件事情 不但无法进步 反而会造成停滞和退步 只有刻意地把换散的注意力 拉回到每一次的练习当中 并一点一滴的修正与优化 才有机会越做越好 才有机会获得更高的成就啊 第三个步骤是有效的回馈 不管在什么样的领域 高手与一般人的差别在于啊 高手可以一眼就看出错误在哪里 知道要如何调整才能够做得正确 而一般人则注意不到这些错误的存在 更别提要如何修正这些错误了 不管要学习怎样的技能啊 我们也容易在闷着头的刻意练习当中 做错了而不自知 这种错误的练习 还可能最终发展出错误的技能 因此为了避免这样的错误 你最好可以在练习的时候啊 找个老师或者教练 让你知道你现阶段的弱点 给予你针对弱点的指导 让你可以对症下药 往正确的方向前进 而在这咨询时代啊 如果你想发展的技能 是与观众互动的 你就可以将练习的过程做成作品 放到网络上 透过观众给你的回馈 来修正自己前进的方向啊 第四步骤是建立心智表征 透过持续不断的刻意练习 会让你的身体与大脑产生适应性 最终发展出使用该技能时 可以信手拈来 无需多想的心智表征啊 而这些心智表征呢 最终会带着你更上一层楼 获得更多的成就啊 OK今天影片分享就到这边 期待今天影片可以帮助你 让你可以透过刻意练习的方法 学会你想学会的技能 若你觉得今天这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帮我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吧 除了给我一个小小的鼓励之外 也不会让你错过下一次的更新哦 最后若你想把影片当中分享的知识图卡 带回家的话 可以点击说明栏位的连结下载 相信一定可以帮助你 知识带着走 成就轻松有 我是黄耀军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